今天手气还不错 在门口怎么有小孩 干嘛呢你这孩子 在我家门口待着干嘛 我来找人 你找人也不能在我家门口蹲 我又不认识你 我们家也没有你要找的人 我找我爸爸 找你爸爸你去一边找去 我家能有你什么爸 我爸跟我说 他就住在这个小区 就住在这个小区 就住这种房子 这不是是弟子 我家 我住了好一会儿 阿姨你住这里 对啊我是这家的女主人 你知道吗 我这家都住了好多年了 你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叫王鸭蛋 王鸭蛋 王鸭蛋那是我老公 怎么可能是你爸呢 对可能是聪明的多 这样你看对面有个高档小区 去那边去找一下 孩子去吧 阿姨 我爷爷跟我说 我爸就住在这里 你爷爷跟你说 你爸就住在那 我跟我老公结婚那么多年了 他说 之前他离过婚 但是我知道跟我说了 但是他说没有孩子的呀 是不是 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从安徽好州来的 安徽好州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字啊 我爷爷叫王鸭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王鸡蛋 哎呦妈呀 鸭蛋鸭蛋鸡蛋 你们这爷爷啥的名字也太逗了 你真是他儿子 这么胆大的 那这样你来之前跟他联系过没有 我有打过电话 那你再给他打电话问一下呀 再确定一下 不能乱搞啊 这个关系 哎呦我没有手机 你能不能叫我 没有手机 这个这个好说 来我这儿有手机给你打一下啊 来 打吧孩子 这是我老公的电话 你怎么能有呢 你 我爸爸 好 什么也不说了 你等一下 喂 哎老婆 那个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跟你一次坦白存款的机会啊 哎呀咱俩这几年了 我哪有事瞒着你 哎呀你还不装 我跟你说 咱家门口现在来的小孩 嗯 他叫鸡蛋 什么叫鸣鸡蛋 不是 他说他是你儿子 哎呀他怎么来了 你你不管 你把他打发走就行了 什么打发走啊 他是你亲儿子 能说打发走吗 再说了 那孩子上门来了 我这个当后妈的 当小妈的 也不能这么做的孩子 哎呀你不用管了 当时让他跟我 他不跟我 他非跟他妈 你不用管他 你这人怎么做事的呀 哎呀我不管了 我不管了 你赶紧回来 看你爸这脾气 急急忙忙的 你 孩子你看是这样子 小妈那个 也不认识你 这么多年呢 我也没见过你 那你这突然间上门来了 你看你穿着身衣服 然后那个 什么就是 应该是学校上学的呀 你这突然间来干嘛 不借钱 借钱 这钱 不借 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你 上门就借钱 站住 这么大的城市 你往哪里走 你爸待会儿 马上就回来了 你 你那个什么 遇到什么难事了 你借钱 我妈妈找了一个新叔叔 把我赶出来了 我现在没地方住也没吃的 学校开学也没有学费 只有可怜的 男人也生病了 可怜的孩子 这一路上走来 你吃饭了没有啊 也没吃饭 没有 那你需要多少钱 赶紧给我说吧 我这个人倒是嘴豆腐心 你可不要给我生素 2500 2500 多数也不多 来 我这有6000块钱 刚收的货款 是打算明天去交物业费的 那我拿给你吧 2500交学费 其他交生活费 我想要我爸 我想要有个家 这个简单 你看咱家三层大别墅 我给你腾出了一间 我搜索出了一间 好不好 你来家一起住 好不好 孩子 以后你又把我当成你亲妈 好不好 那你爸给你妈不管你了 他们不负责任 以后我来养你好不好 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了呀 什么 没有生活费了呀 你都来给我说 不要给我生素 以后啊 就是我给你到前面银行 待会给你办个卡 没有要给你往里边 打了生活费 好不好 咱们都是一家的 别给我见外 没吃饭 刚才还饿着呢 是吧 那你给阿姨一块去 咱们进屋吧 我这给你带了家乡的土色产 还有公鸡蛋 公鸡蛋 你弟弟爱吃的 那咱赶紧回去吧 我回去给你做公鸡蛋吃 走孩子 sawっていう 好 那 ultras ì 她 完 了